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九二外语网,就爱学外语 我是本次阿拉伯尔课程的老师,大家可以叫我Dana老师 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第一课,旅行这一课的句型解析部分 好,那么有用的句型也就是这里面,叫做句型搭配 好,那么在这一课当中呢 在这个整个两个对话,以及这个课文当中 有一些非常有用的,在日常生活当中 高频出现的一些词,以及这种组合 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单独的将这一部分就截取出来 然后归到了这个句型的部分,然后专门的为大家进行解读 那么同样呢,这个句型部分可以进一步加深 我们对某一些表达或者某一个词的,在具体的语境当中 活去活用,这样一种训练 好,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关于句型搭配的这个学习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型搭配当中 第一个就是,是什么词呢 那么这个词表示说,值得,看到,什么,什么,什么 意思说,什么东西是值得,怎么,怎么样的 这种表达 那么其实在这个对话当中,我们已经反复出现过好几次 比如说,这个滨海城市 就是说亚历山大,是一个非常值得旅游的城市 对吧,是否大家还记得 是一个非常值得旅游的城市 那么此外呢,还有说,比如说这个,这本书是非常值得一读的 或者是什么样的表达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将这种表达 加上几个比较典型的句子 进一步的加深我们对这个词的运用 以及这个增加一些新的这种具体的这种词语的搭配 帮我们进一步扩充 好,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这句话叫 那么首先这里边 我们叫它是一个词根性的虚词 对吧,这是它一个学历上的说法 那么它后面通常引领的是一个名词句 后边这个词 我刚刚读的时候,大家应该也猜得出来 就说这个词指的是什么意思了吧 叫深圳,对吧 那么这个呢,其实就体现了阿拉伯语当中 对于一些固定的专有名词 尤其比如说一些人的人名 或者说一些地名 采取就是直接音译过来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 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词表示深圳 那么深圳是怎样的呢 那么整个一连串表示就是说 是美丽的滨海城市 对吧 然后后边这个词 这个动词 首先这个词 它的这个主语叫什么 我们往前找 就是前面这个 对吧 这个城市 其实也指的就是前面这个深圳 对吧 它是一个值得的城市 值得什么的呢 后边加上这个动作 我们只要说是这个 旅游拜访的这个词根 所以整合一下 我们会发现同样的这种 啊 句法结构 那么这个后边的这句话 相当于是在修士前面的这个 那么整句话意思就是说 深圳是一个值得旅游到 美丽的滨海城市 啊 这样的意思 好 再看第二个句子 前面这个 我们知道是什么 只是代词 而且 它后面所指代的名词 应该是一个 啊 阳性的 对吧 那么后面 它所指代的这个词 除了性质上 是阳性之外 还要确定什么 是单数的 对吧 还有呢 就是它后面这个词 要加上贯词 啊 这是我们第一次 说关于这个 只是代词用法的学习 好 看到后面这个词叫 al-kitab 我们的 我们知道 它的意思就是说 一本书 对吧 那么加上了这个 只是代词 你就知道 它特指的是什么 特指的就是说 这本书 好 那么这本书 怎么样了呢 啊 这是这个 整句话的 这个名词句的 其语 后边 值得如何呢 那么这个词 它是由这个动词 狼读这个词到词根变化 就是由动词变化来到这个词根 所以就说 这边的意思就是说 值得一读 对吧 那么其实整合一下这句话 也就是说 这本书 值得一读 对吧 哈德尔的 kitab 这里 好 再往下 我们看第三个句词 好 首先这个第一个动词 它是 这个动词 它的这个过去是形式 但是它的人称是 antum 意思就是什么 复述的你们 对吧 那么amil 意思说 你们工作 你们的工作 你们的劳作 然后你们工作 劳作这个动词 后面加上这个避语 amil 你们工作 劳作的工作 还是反复的这个意思 然后怎样了呢 看后边 YESTA HEGOO FINAE 那么这个词 FINAE 它是由动词赞赏 夸赞 大家不知道这意思 时候可以写在旁边 意思说是赞赏 夸赞 这个动词的词根 所以说意思说是 值得称赞 对吧 那么整合一下这句话 就说 你们的工作 值得称赞 你们做的工作 值得称赞 这样的意思 你们所做的工作 值得受到 就是要说 值得加以表扬 这样意思 好 看第四个例句 那么这一个长句呢 里面应该有一些生词 我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么如果大家对某个词不知道呢 或者不之前没有过印象 可以在下面写上中文 方便大家之后的温习 那么首先第一个这个词就是 夸赞 由夸赞 表示提供 提供某个东西 提供服务 或者提出 提出某种建议和意见 或者是交给谁是谁 什么东西 这样的意思 好 那么 然后呢 是什么呢 给我们 那么也就说是一个主语 然后给了我们 那么这个主语是什么呢 我们好看 跳到后边这里 那么可能大家会怀疑 为什么我能判断出来 后边的这个词 它就是主语了呢 这个其实大家在这个分析剧的成分的时候 在初期呢 因为这个书当中都带有这符号 那么大家要格外注意 这个书的符号的提醒 那么其实它这个合口符号 就相对的在提醒大家 它所做的是一个独立的成分 那么或者说在剧当中 通常表示就是什么 主语的成分 当然 我所说的主语 就一定是在动词剧当中 在这个名词剧当中 我们分的叫 其语和术语 没有主语这个概念 好 那么这个词 它是由这个医生 单数 大家应该之前也学过 他的副数 这是一个副数的概念 好 并且和什么呢 那么这个词 我们知道是什么 护士的意思对吧 那后边这个 那么这两个词呢 就共同构成了一个正片组合 对吧 前面这个词呢 它就是正词 后边这个医院 就是偏词 这个 意思就是医院 那么医院 然后得护士 医护 这样的意思 所以整个这个 提供这个动词 它的主语就是后面一连串 一连串的这些词 也就是说这个医护 以及医生 为我们提供了 什么呢 看后边 首先这个 意思就是什么 服务 或者是奉献 效劳 这样的意思 后边这个词 它其实修饰 它是一个形容词 意味着是伟大的 宏伟的 这样一个程度的一个形容词 那么它修饰的就是前面这个服务 意思就是说 这个服务是非常宏伟 而且非常伟大的 那么整个这个短语 共同做的就是这个 这个动词的 宾语 这里大家要注意 也就是说是提供 什么伟大的贡献 这样的意思 所以整个前面这句话就通了 意思就是说 这个医生以及医护 为我们提供了 伟大的这个 或者说良好的 极好的 非常好的 这样的一个什么服务 对吧 因为一旦提到了这个主语 那么适当的我们 在翻译的时候要进行调整 非常良好的 非常好的服务 然后 作为承接 引领一个下一个新的句子 那么怎样呢 前边的这个 那么这个词呢 它是 现在是动词 什么第三人称 复述的概念 也就是说 它的主语应该是一个 复述的概念 那么我们往前找 它的主语应该是谁呢 它的主语就是前面 这一连串的这个主语 就是 那么整个他们这些人 是值得怎样呢 注意这个是命 加上 值得从我们这里 获得 这个词意思就是感谢 比如说我们知道 那个表示谢谢 这个词叫 对吧 这个就是 那么 在这个整个这句子当中呢 做的就是宾语成分 啊 就是说他们是值得 我们感谢的 啊 好 那么 这就是第一部分 就是说 第一个句型叫做 值得 看 看当 怎么怎么样 那么这个动词 我们知道 首先呢 它是一个 积物动词 可以后面直接加上 这个什么什么东西 或者是做某种 某种动作啊 通常呢 情况下 这个 通常都是接一个 某种动作的概念 那么 呃 如果我们不是想要再接一个 新的动词去 那么就可以把这个动词呢 将它的形式 转换成这个词根的形式 啊 就像这里边的 都算是 转换成了这个词根的形式 那么 这个动词呢 在句当中呢 它所可以 可以呢 它所引领这个句子呢 可以当作某个词的定语 啊 比如说第一个句话就是 那么或者说呢 它就直接在这个 一个句子当中啊 要么就是个名词去 要么呢 它就是一个 动词句啊 或者说 要么就是个动词句当中 做这个动词 啊 大家要注意 啊 好 我们再往下 看第二个句型 啊 第二个中年句子 叫什么呢 那么这句话意思就是 花费了多少时间 啊 用了多少时间 啊 这样的意思 好 那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个例子 首先第一个啊 好 那么这句型在这个和之前学的这课文课文呢 有相似之处啊 火车 从哪儿呢 明 北京 啊 从这个是北京 对吧 以来到哪里呢 上海 这个词啊 叫上海 城市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坐火车 从北京到上海 然后 然后这个整个这个名字句啊 前边 这个是其余 这一连串 其实都算是其余啊 那么这个旅行 后边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是什么 这个旅行花费了多少时间呢 对吧 这是什么 十四 对吧 那么这关于这个数词的表达方式我们之前也学习过 所以在此不必说格外的为额外的为大家仔细的再进行讲解 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一块的知识点有些模糊的话 我建议大家再翻到第一次书的后方啊 重新来梳理一下这个啊 这个内容 那么这个整个日端有意思就是 阿尔巴 阿尔拉特 阿尔拉特 谢阿尔 所以整句话就是说 从北 坐火车啊 意思说 从北京 坐火车 从北京到上海 大约要 需要花费 十四个小时 好 这是第一句话 看第二句 好 前面这个词 阿尔摩 我们知道这个方名字本身意思是指 在什么什么前面 对吧 那么 意思就是什么 在我们的前面 对吧 那在我们的前面有什么呢 这个 是一场旅行 然后呢 那么这是形容词 修饰的就前面的这个词 旅行这个词 对吧 那么 因为旅行这个词 是阴性 所以它随其的性质 也是有 也是这个阴性的形式 好 那么就说一场长途的旅行 然后呢 后边 那么它的这个主语意思就是什么 这个 对吧 那么这场漫长的旅行呢 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呢 两个小时和 和什么一半 也就说是两个半小时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在我们前面有一场漫长的旅行 需要两个半小时 这样子 好 看第三句 好 那么这个呢 跟前面两句不一样 是一个动词句 这个动词位于整句话的这个句首 好 那么首先这个词 它是什么 第三人称这个单三的形式 对吧 那看后面 它的这个主语是 那么是由一个正片组合来构成的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意思是婚礼 对吧 那么整个这个正片组合 它的性质 看的是什么 我们之前说过 正片组合的性质 看的是正词的性质 因为这个 是一个阴性的名词 所以呢 它的这个动词呢 也要随这个正词的性质 所以这里边 我们用的是 那么这个婚礼呢 花费什么呢 那么这个饭指的是什么 一天 对吧 做这个 它的冰语 然后是一天 然后呢 那么 本身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完整的 整个的 全部的 所以这个整个端语 意思就是一整天 所以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 这场婚礼呢 要花费 要用 这面花费不太合适 就是说 这场婚礼 要用一整天的时间 要举行一整天 有时候在正语当中 我们会适当的加一些这个动词 那么这个也是 在翻译当中 根据具体的语境需要的情况 而进行删减或添加的 这里大家要格外的注意 好 再往下 看 第四个例句 好 首先这个动词 还是一个动词句 不过这个动词的前边呢 加上了一个什么 sad 这个 那我们也之前学习过 这个加了再一个 现在是动词的前方 加上sad 它表达的意思是指 指的说 这是表达是未来 就是将来事 这个概念 所以呢 这个词意思就是说 将来 花费 什么呢 它的主语 主语是谁 将来花费什么呢 看后边 那么这个词呢 它是由 对吧 叫活动 这个词 它的附属形式 所以整个 这个呢 就作为这个动词句的主语 因为它是附属 所以自然也知道 它是一个阴性的概念 所以这里边 我们用的是 那么这些活动 将会花费 多长时间呢 后边这个端语 asharatayami 这个意思就是说 十天 所以就说 这些活动呢 将要花费 十天 这样子 那么这个词呢 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高频的 那么通常任何事情 我们都会做一个 简要的规划 或者是一个简要的 这个 简单粗略的一个 或者甚至是 比较精确的一个 规划 那么 自然就会 就是会涉及到 这些关于时间的安排 那么这个动词 花费时间 希望大家能够掌握 好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